Hello 大家好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在日本打工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萨亚肉 耶 欢迎来到第五季的第三集 是的 晚上录音那个情绪真的会比较低落一点 我反而是比较高昂一点 我跟你完全相反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早上也是讲同样的台词 然后我的情绪就超low 然后声音还是就是刚睡醒的声音 就是 然后我早上的陪你一起在打日本打工的好朋友 反而比较high 对 对 对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 迎来了好久不见的第三集 耶 其实感觉上还好吗 还好吗 我是觉得 我最近觉得录音是一件很久违的事情 是这样讲没错啦 但是如果以时间轴上来看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一周多这样子 对没错 但是我觉得有差啊 所以其实跟我们原本预期差不多啦 就是一周 希望可以一周更新一集这种频率 对 對 勞動環境有獲得強烈的改善 員工意願向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抱怨什麼嗎 一抽兩根 業餘無償的節目製作過於血汗 要求改善勞動環境 春痘 而且今天是4月17日 禮拜六 再過兩天 就是 奔山野狼的一週年了 奔山野狼一週年生日快樂 你一年了還念錯 而且你這個念錯 我記得好像第一集還第二集也念過 第一集對對對 就很怕節目念成奔山野狼 奔山野狼要正式一週年囉 都過了一年了還在奔桑 沒辦法 沒辦法 取名不勝有沒有 奔山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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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圖書館 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 我之前是哪個東西念不好啊 卡很久 那個東西卡很久 我真的忘記了 忘了 各位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 可以來IG提醒給我們 我今天特別有回去找 就是我們的第0集來聽 對你不是有跟我說說 那時候我們還講說 哎呀我們如果可以兩三週更新一次就不錯了啦 我說一個月 我當時好像是說兩三週還是一兩週 你說兩週一集 然後我說我們能夠一週 一個月一集就很厲害了 然後你就說 你就反駁我說 一個月一集太少了啦 對啊對啊 可是又聊不了那麼多 你一集要聊15分鐘應該就很長了吧 然後後面莫名其妙 哪個都90分鐘coast 很會聊 習慣之後 你就變化老了你知道嗎 然後剪輯就超痛苦 對對對 難怪有一句話說 人類花了三年學講話 花了一輩子在學BJ 真的 真的真的 真的很好笑 當時才覺得說 哎呀我們應該沒辦法做那麼多啦 然後莫名其妙就變成一週兩根 對 而且還做了一年 沒錯 沒錯 也不算一年啦 算四季啦 也接近一年了啦 四季這樣子 99集啦 對啊 這算是 給自己肯定啦 然後我還有發現一點就是 我們兩個在第一集的那個 就是Tension 那個情緒 起伏 其實差蠻多的 我更低嗎 不是不是不是 是 你超級高 你超級高 因為你 你越越浴室想要做節目那個心情 完全可以從你的那個 那個iPod的耳機 AirPods AirPods AirPods的耳機傳過來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你的心情就從山頂一路往下這樣 用非常平緩的波度向下這樣 嗯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欸 就 你那個時候就還很就是 躍躍欲視喔 我那個時候 我還提說什麼 我們之後可以分享一些在 日本寂寞的事情啊 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啊 然後你就說 對阿對阿 比方說什麼 農密開啊 什麼之類的 超級有 超級有幹勁 創業初期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後面就怠惰了 你有看過超級英雄那個 演那個黑豹的男主角有沒有 演第一年跟演第三年 在那個劇 就是發片記者會上面那個表情 很明顯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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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明顯就是 第一年剛上任到阿倍晉三的感覺 哈哈哈哈 最後面因為那個腸胃的問題 照辭職 還有武漢肺炎 壓力過大 真的 好可憐喔 嗨 所以呢 某種程度上呢 我這裡這兩天就一直在聽 我們第零集第一集 我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去找一些 就是我們當初的一些初衷 跟我們當初到底會怎麼想像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節目 這樣子去找一些方向這樣 回顧一下初衷也是蠻有趣的啦 對對對 然後就是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的方向就是發散跟歪嘛 我們的專長就是 越來越發散 然後就是 越來越歪 越來越歪 搞到後來還搞了一個聽眾信箱這樣子 好玩是好玩啦 是誰想的 我想的 有辦法 怕自己 怕自己的內容不夠 有沒有 中後期啦 有稍微有一點 小瓶頸障礙的時候 就導入了那個野狼信箱 也算是 有蠻不錯的效果 我覺得啦 對啊 我覺得不錯啊 我覺得蠻有趣的 而且我們跟聽眾有很多有趣的交流 對對對 我還記得 最清楚就是 有聽眾問我們說 到底是要早上圈圈 還是晚上圈圈 哦 對耶 我最喜歡的 不是這個問題 我最喜歡的問題是那個 金曲拆歌 啊 哈哈 他跟他男朋友會金曲拆歌 Life is struggle 他跟他先生 Life is struggle Life is struggle Life is struggle 他腦中就說 我最近一直聽過這首歌啊 然後他老公說 可是我沒有唱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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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臉上三條線 不要 沒有 那是那個Podcast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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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給你聽 我放給你聽 嚇死了 兩個未婚男子造成人家 婚姻失和 哈哈哈哈 幹 這是莫大的 莫大的罪孽 真的 好可怕 嘿 然後 我在 我在找那個過去 我們到底要做哪些事情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 喔原來我們可以聊一些在日本的一些經驗這樣子 然後 當初我們在進行節目的時候 我們想要聊的呢 其實都是旅日工作之後的經驗 然後我最近就在想說 欸那是不是我們可以做一點比較不一樣的經驗 比方說旅日工作之前的經驗 就是我們當留學生的經驗 對就聊到打工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今天閒聊稍微長了一點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聊的是 我們在日本打工的一些趣事 沒錯 嗨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留學時期的一些打工 或者是在打工度假的時候的一個打工 這樣子 你留學的時候你是做什麼樣的打工啊 我做的是那種 案件記仇 欸我早上說單發式 太危險了 案件記仇的打工 早上說了單發式的 然後就被我說 啊對一發一發的這樣子 很奇怪 案件記仇好不好 有稍微搜尋一下中文怎麼說就對了 有有有有有有查字典 要不然變成說 欸Green你的工作是什麼 就一發一發的這樣子啊 單發式 幹講人家是知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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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的 好不好 我有拍影片喔 不是喔 是真的有拍影片啊 那個 一發一發的影片 秋田的 欸真的 只有一發一發的欸 而且還是跟女生一起拍的 Carlo 觀光 觀光炫導影片好不好 哼哼哼哼哼 還找得到嗎 還應該找得到 但是我不會告訴大家關鍵詞 哈哈哈哈哈 海 啊 所以你比較沒有做像一般間 where new 店啊 或者是超商啊 或者是一些其它 比較長 食物業 短時間的一個打工這樣子 对耶我學生時期以來都是 是像助教啊或者是家教啊 或是這種案件記仇的打工比較多 碩士班的時候有打過當過DJ這樣子 我記得你從以前就很常 你就是打工王啊 你什麼都賺啊 我是打工王某方面來說 就是你想得到的工作 我搞不好都做過 各位聽眾你知道 Denis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這個人他不只打工 他還會批貨去賣 這個人是會自己批手機殼 然後是那種就防水手機殼 你知道他的需求是哪裡 就是在海邊因為要防水 可是就想自拍 他就批那個防水手機殼去墾丁賣 然後順便去墾丁玩這樣子 我那時候是大學 就跟大學室友 就覺得好像不錯 這個友商機 那時候還有很多什麼春娜啊 泡泡浴啊 不是泡泡浴 泡泡趴 你這個戳得很離譜 這個超級離譜 泡泡趴還什麼的 我跟你講泡泡浴跟泡泡趴 兩個都是穿比基尼 但是一個會脫下一個 不會好不好 不是泡泡浴 泡泡趴 對不起 然後就會很需要這種透明的掛在脖子上的手機殼 然後那時候我忘記是我的學長還是某個連結之下就發現可以去批貨 然後批貨一個單價我記得是35還是50塊不到 就是不到50塊我忘記有點想忘記詳細的價格了 嗯嗯 我就直接批600個吧 500個還是600個 哇靠 然後就直接開車再去墾丁 然後就直接在海灘上 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去問 嗯 一個賣150 Oh god 但是會買啊 你在當下100塊到150 他有時候會跟我們殺價 比如說買三個一個算100好不好 好就給他 嗯 當下你就如果想要拍照 那時候還不太流行說手機有防水 應該說那還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你手機想要下海什麼的話 你可能剛好當時沒想到 你就會需要這個東西 而且100塊是一個 隨便從錢包可以掏出來的一個價格 各位聽眾 這個就是客家客家男兒啊 對金錢觀 對金錢觀非常有概念 我跟你同年紀的時候 我到底在幹嘛 我在開網路電台 哈哈哈哈 對 可是就覺得說 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 很新鮮的事情 也不怕怎麼講 也臉皮比較厚嘛 因為你畢竟你就是去海灘 對 你就是直接一對一對一對 或是一群一群人去問 欸我們這邊有賣那個防水手機盒 要不要這樣子 然後身上就掛一個狗牌 不是狗牌 就掛一個牌子 然後穿個海灘褲就直接殺 或者是直接站在 泡泡趴的路口旁邊 拿著一個牌子 就寫防水手機殼 一個150 真的會有人來跟你賣 後來那600個賣多少 600個我當下賣了400個 300 400個左右 但是還有剩 最後好像剩150到200個沒賣掉 我們就直接去找墾丁的商家 說直接批發價給你 要不要 就把清貨清掉了 哦 有沒有我跟他說 這個東西我現在在賣150可以賣 那我們現在要回去了 這個東西貨是好的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看 你離完貨之後呢 我可以用我的批發價 讓我賺一點點 我那時候一個好像就賣他50塊吧 批發價35 我就賣他50還60 我就整批貨直接給他 把他在那邊直接賣 這個頭腦真的不錯 這個頭腦不錯 就是我賺到 那3 4天我賺到我的 賺的份了 各位聽眾 你聽了這個簡單的故事呢 就是見證了一個客家男兒 他發現了需求 他尋找了資源 他創了業 而且建立了business model 之後呢 還轉手了給天使創投 也不算天使創投 那就是在地商家 直接把貨脫貨 就是直接把貨清 就把這個business model 直接換就是給他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那時候想說 其實應該留聯絡資料 他賣的好的話 我再批火再賣給他 然後就直接是無本經銷 他來跟我訂我去訂這樣子 好 當時沒有留到這一首 因為還是念書 還在念書 所以其實後面延續 如果現在想起來的話 你再做一個延續就是 留店家聯絡方式 然後跟他說賣得好不好 還想不想要 要的話我再幫你訂 就等於是追蹤你知道嗎 follow 嗯嗯嗯嗯 應該搞不好 這個就是一個 可以成型的一個business model 真的真的 反正那個時候你一定會缺社群小編 我再幫你處理就好 哈哈哈哈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都是過去了 那是大學時候的事情了 哈哈哈哈 そうですね 嗨 這個是你在台灣的時候的事嗎 對 可是我在台灣其實有打過非常多的工作 就是你知道大學的暑假 嗯 就沒什麼事情啊 你就會想要去 賺點小零用錢 然後我就是那種 只要有錢賺 我什麼工作做的人 就比如說一種很 很好笑的 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的 比方說 比方說呢 比方說你在早上6點 背著電視機的紙箱 穿著商家的那種背心 有名詞的背心 在早上的菜市場發傳單 為什麼 推銷家電啊 早上6點半 然後背上是背著那種紙箱 然後身上會掛著一個大聲工 哇靠 那我覺得你真的是應該要當營業的人 你不是當你不是當研發的料啊 你是應該當營業的料啊 或者是說 就是在早上也是7點多 在小學門口發補習班的傳單 啊 最早最早打工就是在補習班 直接一一家一家打電話 那時候對於這種個人隱私情報的保護 還沒有那麼嚴密 所以那些家裡的電話都會流出來 沒錯 一家一家打啊 邀他來試聽啊 沒有在怕的 反正被拒絕又不是我的錯 我就是工作宅 我就打工宅而已 或者去工地搬鐵啊搬椅子啊 那真的是蠻多元的耶 真的就是 也是一個很好玩的回憶啊 我覺得各種 還有一個也是非常的特別的 就是在夏天37度 36度的夏天 穿著 洗洋洋跟灰太郎裡面的玩偶裝 這個我看過 然後 真的很熱 就是那 衣服是從 上半身 濕透 濕到下半身 是全部都是汗那種 不偶裝是布做的 而且很熱 真的 然後 然後 更好笑的是那個布偶裝還 不夠長 因為我身高比較高 然後我的腳踝就露出來 一截這樣子 哈哈哈哈 媽媽那個灰太郎 腳怎麼是肉色的 哈哈哈哈 那個灰太郎怎麼會有牛仔褲這樣子 哈哈哈哈 蠻多的 蠻多的 蠻多的就覺得說 反正 沒什麼好怕的啊 我又不是做什麼見不得人的工作 那這次這份工作內容 那就好好把它做好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啦 なるほど 然後這是我在台灣的工作 對啊 在日本來日本之後 也是因為那時候的寒假 嘿 可以打工 不用受到打工簽證 應該說留學簽證的限制 因為原本 如果你領的是留學簽證的話 你一週最多只能工作28個小時 對對對 如果再超過的話 你就會有報稅的問題 對 或者是你會受到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 不允許你打工超過28個小時 可是你一旦進入寒假或是暑假的話 你一旦沒有上課 這個限制就會被拔出 我記得好像上升到 40 40嗎對不對 因為打工度假是40小時沒錯 對對對 他就可以 工作的更多 所以我那時候就跑去 打了三份工同時 就神經病這樣子 厚厚厚 先就在 回轉壽司 然後在便利超商 同時還去教中文 哦 诶 幹 我在 我在留學期間教中文 都是給他教免費的 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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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都 就是直接去 找那種中文補習班 然後去面試 然後他就會派你去現場 去教中文這樣子 哦 哦 ok 但是其實薪水沒有到很高啦 就是如果以家教來說的話 因為畢竟沒有經驗 嗯 你也不太懂得怎麼教 雖然有大概練習一下 就是看網路上人家怎麼教中文啊 稍微練習一下 可是 因為畢竟我們是母語使用者 沒錯 就在很多文法上 為什麼是這樣子 比較難去解釋說 對 那個女王子 我有遇過 就跟英文的母語使用者 你有時候解釋不出來英文的文法是一樣的道理 除非像中文系他們有特別去學過 對 他們可能會稍微對於這種文法的部分 的規則會比較了解之外呢 像其實我們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說出口 那這部分就是比較難的一個點 變成是說 你只能教 稍微有比較程度 稍微比較有程度的學生 就是而且 就是比我接過 我接過家教 然後 然後我都是請他聊天 對 因為我們 不太能夠解釋非常基礎的文法 所以我們只能陪 稍微有點程度的學生去陪他練他的發音跟聊天 對 然後跟他說有哪個地方有違和 對 對對對 所以 就是以上種種事情 那時候打工的薪水就是實薪2500 哦 不錯 不錯 當然是家教 而且 主要是因為 像這種中文補習班 非常多都是大公司 他們為了想要讓 員工在出差的時候可以 應付出差當下的情境 就是語言可以通 所以都是公司直接出錢 讓員工去上課 然後大部分上課的都是代理課長等級 因為代理課長才要 一個人去外國出差比較多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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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所以大部分都是直接到對方的公司裡面去 哦 等於是我們就是穿著西裝戴著大包小包 然後進去對方的公司的會議室 然後跟他聊天聊一個半小時這樣 家教比較多是感覺 跟英文也是一樣啊 也會有這種英文老師啊 專門到大公司裡面 然後幫公司裡面的員工上英文課 那目的就是希望這些員工在出差 或者出國的時候呢 能夠應付語言上的障礙 那時候是去Panasonic的工廠裡面教中文這樣子 所以你在留學的時候只有做案件記籌的 那你在打工度假的時候才有做這種 算是比較像是Part Time Job 就是一個中短期的打工 對我人生的服務業打工的出道 是在我Walking Holiday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因為年末的關係 然後我們在第一季的時候就跟大家聊過 年末其實會有農民開這種東西 因為會有忘年會 那忘年會 因為這忘年會時期的餐飲業是巔峰期 所以他非常缺人 所以他會給出非常高的時薪 嗯 對也是短時間的這樣子 就是那一個半月的時薪就是1400 一般來說 跟各位聽眾稍微補充一下基本知識 每個縣市在日本 每個縣市的時薪 最低時薪都不一樣 對 大阪那個時候最低時薪是950 東京現在最低的時薪 好像我目前看到都是1000出頭 但是990好像也有 對我有點忘記 這可能要再詳細去查 但是呢 我當時是在三重縣 對 三重縣的最低時薪是760塊 有三星縣的那個也有700多的 所以你這樣換算下來的話 不同縣市的薪水其實就會差的非常多 甚至你看再加上當時是短時間 他的薪水又再往上加上去的話 1400其實就是三重的兩倍 沒錯沒錯 其實差滿多的 我當時也是因為我本身其實就是沒有特別對服務業有熱情 但是短期嘛 然後他就是一個半月是年末期間而已 然後我加上我接下來要去工作 我需要應徵 我需要面對大量陌生日本人 所以我必須要練我的膽量 那我就找了一個可以大量 一對 怎麼講 大量所謂的 與人接觸的工作 對 就是電小二 那我就是做HOLD 所以我是做前台 那真的會滿緊張的 尤其是要用日文 對 而且最痛苦的就是壽司店嘛 他難的其實不是什麼用語什麼東西的 而是稱呼會非常困難 魚的名字 喔 日本酒的喝法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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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くそがんこい 頑固壽司啦 我那個時候在頑固壽司 那你比如說好我是客人 那我一坐下來我會說 欸すいません不好意思 這時候你過來桌上 就是過來桌旁邊的時候呢 你會說什麼話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ようこそがんこい 今日どうなさいましょうか 今天要吃什麼呢這種感覺 對 或者是 如果對方在看Menu的話 就是會先問說 あ すいませんが 飲み物はお酒に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就是要不要先點喝的呢這樣子 對之類的 其實日本蠻長的耶 這一點我覺得跟台灣 蠻不一樣 在吃飯不管是在餐廳啊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吃飯聚餐 一定是先點飲料 對沒錯 然後點完飲料之後呢 再來慢慢看吃什麼 就是怎麼講壽司店打工 真的讓我學到蠻多東西的 然後加上我想要分享的一點就是 我打工的壽司店 它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殊 在哪裡呢 首先呢 我打工的這間壽司店呢 它是一間連鎖 然後它的價格是 中等 價位 不到高 不到高但是中等偏高的那種感覺 價位的連鎖餐廳 然後它所在的位置 是大阪的住民 呃 怎麼講 呃 燈紅酒綠的地區 哦 幹 我想好久 只醉驚迷燈紅酒綠的地區 好不好 你是說就是跨年的時候 有人會跳船跳河的地方 啊對啦 道頓爵旁邊啦 那個有一個地方叫做 哈哈哈哈 右中衛門喔 的地方 然後那邊全部都是 Cabakura跟那個host club 呃 翻譯成中文就叫做 酒店跟牛郎店 對沒錯 那 我跟你講壽司跟這個 酒店牛郎店有什麼關係呢 有 它會影響你的課程 因為你的課程 就不會是一般就是 你 你在 迴轉壽司打過 打過工嗎 對 那迴轉壽司它的店的 組成 就跟台灣壽司狼看到的店 客人組成 應該都差不多 比方說 全家 合家一起去吃壽司 或是一群大學生 對對對 一起去吃壽司 改了名字去吃壽司 鮭魚們 各位鮭魚們這樣 或者是 就是 年輕人 但是 對 這些人就是 因為迴轉壽司它的主打 就是 實惠 便宜 經濟實惠 經濟實惠 很好下手 那 這類型的壽司店呢 課程組成就會跟我們家那種壽司店不太一樣 因為 我們家壽司店是有吧台的 是壽司師傅直接對客人的 就可以帶著另外一半或是約會對象去吃這樣子 對 它的座位有吧台座位 然後一般的桌子的座位還有所謂的宴會廳 和室宴會廳 對啦 也比較不會約會去壽司狼 或者去什麼蛤蟆酥洗這樣子 你如果在日本約會約去 如果你們還沒有在一起讓你們約會去一些迴轉壽司的話 這可能就會像是 我上次提案說 要約會去鳥貴族 鳥貴族一樣 哈哈哈哈 但如果在一起之後呢 就是雙方覺得今天就是想要一個比較 可以可以可以 家庭式的感覺 比較放鬆啊 不是一個很正式的約會 只是想要出去吃一個回轉壽司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非常棒的感覺 你知道兩個 是是是那是很棒的感覺 沒錯 但是還沒在一起之前 但是你要就是 你現在標準要放在我們聽眾 女性聽眾的標準上 這個如果約會再去吃壽司 絕對大眼上給你看 老娘只值壽司 老娘生日 從頭到尾 就看著你吃得很開心 然後就只點了一盤 然後就瞪著你這樣 今天不餓 哈哈哈哈 欸 啊你不吃那個喔 啊那個好吃欸 我幫你吃的啊 哈哈哈哈 超百目 哈哈哈哈 嘿 所以我們家的壽司店呢 我們家的網務壽司店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 呃社會人 然後成年夫妻 然後呃 南客人約 Kabakura 或者是Mama-san 或者是 女客人約 小狼狗這樣子 女客人約小狼狗 我還沒遇過 但是我有遇過 整團的小狼狗 來開年末會 哈哈哈哈 好嗨喔 聽說 聽說他們有 喔那一天晚上我也在 然後 他們有找 就是 童業 也就是 Kabakura來 好嗨喔 然後Kabakura來的時候呢 就是 一群就是穿搭的 就是很清涼 然後 的小禮服 然後短裙的 就是 年輕女生 然後你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妝很明顯 就是 比較有風俗味 嗯哼哼哼 然後一進來的 打招呼方式 並不是 一般的 こんにちは すみません お願いできますか 而是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然後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的感覺 因為很常來這樣子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業界的 打招呼方式 因為他們也是來賺錢的 喔 就是他搞不來 吃壽司吃一吃 改一天 就是什麼隔天 壽司師傅 不就去店裡面 玩了這樣子嗎 不是不是不是 而是 那些賠酒的是 有人付錢 請他們來賠酒 啊 所以他們不是純粹的客人 なるほどね 而是跟我們一樣 在服務真正的客人 所以就是 兩個 彬彬有禮 就是 你做你的工作 然後好做的工作 這種感覺 沒錯 然後聽說那一天晚上 他們玩到了 三點還是四點吧 然後 聽說店長說到早上 然後 聽他們描述 就是 牛郎開那個 年末會的時候 那個宴會廳 像是群魔亂舞 好可怕喔 一定很可怕 一定很可怕 那一定超可怕 一對Party People Party People 那 在因為 我在壽司店打工的關係 可以觀察到 非常多的客群 嗯哼 然後我因此也學到了 蠻多酒店知識 喔 講到剛剛那一個 Party People 嗨嗨 我真的覺得 牛郎店他們在炒作氣氛 那一個有固定的模式 喔 真的很猛欸 啊難得秀難得秀 來來來 我可能現在沒有辦法模仿 因為 你可以就是 呃文字化 他們會 喊固定的口號 喔喔喔 然後呢 不斷重複那些口號 然後用一問一答的方式 去做一個呼應 然後就 像是在互相拋接球 然後這個球是越丟越快 越丟越快 嗯嗯 然後最後面那球直接暴走 噴到天上去那種感覺 就是 就是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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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碰 這種感覺 recycled 然後 unt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傳 傳達出去 球報的時候就有要喝酒這樣 球報的時候通常是開香檳 然後就直接 淋上香檳塔 阿 因為這種 這種慶祝方式 他們通常是在 有女客人 點得很貴很貴 一支可能 100萬日幣 或是300萬日幣的香檳的時候 東沛裡 香檳王 对他们就会找十多个人 一起来做这种庆祝模式 然后最后面就请女客人 然后把香槟倒上香槟塔 然后就一群牛郎围着女客人这样子 真的很壮观 我真的觉得那个庆祝模式非常的壮观 那你说酒店的知识是什么呢 酒店的知识就是 小姐或者是妈妈桑上班之前的约会 跟下班之后的约会是两种服务 是两种称呼 上班之前叫做同伴 我现在有点在思考好 没事你继续说 就是你上班之前 比方说妈妈桑有个小snack 然后他是晚上七点开门 那我想要跟妈妈桑有更深厚的感情 那我就在六点或是五点半的时候约他到寿司店吃饭 然后你就会看到妈妈桑穿着非常正式 就是和服然后装也都是打扮的非常的素雅 然后非常精致的装 然后就是轻飘飘的就是飘进店里的那种感觉 我有看过我在大阪有看过就是晚餐时间的时候 有人穿着非常正式的和服在吃首饰 那个就是妈妈桑 然后旁边是穿一个穿着西装大叔这样 对对对对对通常那就是同伴 那同伴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会有一些特征 就比方说这看起来很明显就不是夫妻 很明显感觉也不像情侣 对但是他们交情很好 或者是他们样子其实很不像是陌生人的那种感觉 很神奇很神奇 然后他们通常点的东西不会太多 然后动作很俐落 然后不会有太多的怨言 然后通常男生会先进店里等女生进来 这个就是同伴服务 那有另外一种服务呢叫做AFT 酒店也另外叫做AFT AFT的话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就是等小姐下班 待出场吗 待出场对 那就是可能去吃烧肉 或者是一些 比较不用 看到 妆容的店 就是灯光会稍微暗一点点的店 那可是晚上是有包下来吗 那就要看客人跟小姐之间的手腕 嗯 我没有啊 因为我不太了解你知道 对这种事情不太熟悉 这个我都有问 这个我都有问 就是 我打工全被就是开始 第一天就开始跟我讲说 哦你看到这个哦 这个就是妈妈桑啦 然后他们现在是同伴之类的 你知道我被说了超级多 哦哦哦哦的姿势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说他们是会包还是不包 还是就是不接受这样 他们会啊一定会有 就是比方说这个客人已经砸钱在你身上太多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拒绝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想到其他方向躲开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就会变成这种必然 就是过夜就变成这种必然之类的 或者是你想要保持这个客人的关系 那你又没有其他手腕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方式 所以才会有所谓枕头营业这件事情 那如ほど呢 妈妈妈那个基本上 就是一个属人的文化 一切都看人 对因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花魁或是红牌 他们都是社交手腕的王者 他们是大家捧着钱来找他们吃饭 而且有时候有钱还见不到人的那种感觉 啊超级抢手 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像是社群力学的东西 追求者越多的话他权力越高 这类型的东西 嗯哼哼哼哼 然后 然后妈妈桑跟那些 我刚刚提到的跟那个牛郎一起吃饭 那些陪酒的小姐呢 他们有一个很关键不一样的地方 价钱吗 这个我价钱倒是没问啦 我想说超级干话 我跟你讲 超级不一样地方 妈妈桑比较贵 妈妈桑超级贵 哈哈哈 没有啊 请你继续 就是你只要看穿着的越典雅的 然后看起来那个同伴价格越贵的 通常妆都越淡 哦 这个很神奇哦 就是你去看一些很厉害的妈妈桑啊 或者是就是那些带来的客人都是西装笔挺啊 然后一些很风流替堂的老头子啊 那些妈妈桑都不是浓妆艳抹 都是淡妆 都是淡妆 而且行为举止都非常的出众 很优雅出众 就是上品 日文叫上品 对 优雅 非常有气质的一个行为这样子吗 对 坐姿啊 行为举止啊 就会跟那些 请来 然后陪酒的那些酒店小姐 我这样说并没有在 就是在诋毁谁 但是那就是一个很纯粹的 高下的问题你知道吗 那个就是完全的不一样 浓妆艳抹 或者是站着就开始 就是三七步在那玩手机 哦 你很有画面吗 对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我现在蛮有画面的 对 然后呢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又找到了最后一种 全店里面最美丽的女人 谁啊 你知道我打工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注意女人 就是 这家伙 没办法 因为你知道 这家伙 寿司店打工 你也打过啊 那是高强度的工作 我打工都在希望 我都在注意盘子 我都在注意客人 女伴哪个比较好看 然后如果看到好看的话 我就会跟我学长说 学长 那一座女客人不错呢 他说好 那我等一下去送个纸巾 垃圾两个 色狼 我跟妳讲 有时候那个内场的那个叔叔也会说 诶今晚的女客人怎么样 美败 美败 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嗨 然后你看完了这么多妈妈嫂呢 你看过一些酒店小姐之后呢 你发现有一种女性其实是 整间店里面会让她 就是闪闪发光的大美女 这是我一个半月上班下来的一个心得 就是 太太 或者是 女朋友 被先生一起带进来的另一半 或者是被男朋友一起带进来的女朋友 是最闪闪发光 是最闪闪发光动人的吗 没错 尤其是你看到那种 呃大概 目测大概三十几岁 嗯 然后就是 周五下班 然后两个就穿着套装啊 然后西装啊 然后就是 呃 西装也把领带拿掉啦 然后就是 呃 可能已经第二托了 嗯 嗯哼哼 然后就是想要找个地方 就是喝酒聊天这样子 然后 嗯 我先撇开那是小三的可能性 呵呵 就是 就是两个就是 动作就是夫妻 呃呵呵 然后一开始可能就 就是聊一些呃 家里的事情 然后没什么 因为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你会听到嘛 嗯哼哼 然后你会观察客人的观 你会观察每一桌客人 然后你就会慢慢去 想象一下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你看到那一群 那一对夫妻 他就一直在聊天 然后聊的 聊到大概呃 追加饮料第二轮第三轮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老婆会笑得很开心 很甜蜜的笑 就是不一定是很甜蜜的笑 他很快乐的笑 或者是很 很尽兴的笑 就是他 很放松的笑 对 然后很放松的笑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那一个人在发光 这个不是化妆 这个不是穿着 这不是外置的东西 可以去比你的一件事情 那个瞬间就是他跟他最心爱的人一起在共度晚餐 然后having a good time 这件事情 会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 嬉甘し 对 然后你看了当下就觉得 哦 原来 很羡慕 原来这个就是恩爱的那种感觉 然后 原来 原来真正美人 就是 他幸福的样子就是最美的样子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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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呃 90天的 呃 不算没有到90天 45天的短期打工 下来说 收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心得 好的 那 其实呢 我们现在聊的这些东西啊 嗨嗨 我们其实有试着把它文字化 没错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 方格子 有 开设了一个 奔山野狼的专区 没错 呃 野狼呢 又要正式的拓展 他的下一只脚了 呵呵呵 我们有几只脚 我们不只做了播客 然后我们还经营社群 然后经营社群之外 我们 我们还有YouTube channel 呵呵呵 可是YouTube 基本上就只是 基本上就是播客啊 对啊 对对对 我们也没有做影片了 对我们没有做影片 然后我们的 我们的IG也很忙 然后我们做了有的没的这样子 然后还去客串其他节目 然后现在呢 我们又要跨足文字创作 呵呵 试着把一些东西文字化啦 毕竟听跟看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对 真的 所以呢 如果各位 还想要继续看 Green刚刚所说的那些文字的话 没错 用阅读的方式的话 欢迎大家去方格子 搜寻奔山野狼 阿拉撒亚楼 也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给我们 那不只有打工的经验 我们可能还会分享一些 歌词解析 或者是一些 可以把 内容文字化的东西 就是跟旅日经验相关 因为我在听 我们其实在回顾一些 比较早期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聊的初衷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分享一些旅日经验 对对对 那旅日经验呢 其实不仅仅可以透过 播客内容 播客内容听起来也是有趣的 它是对谈放松的样子 但是有些东西呢 其实文字化下来的话呢 会让人更有系统感觉 看起来会更全面 然后我们因此呢 我们在旅日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也有 累积一些创作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这些创作呢 让奔三野狼呢 以不同的面向跟大家分享 创造更多播客之外的一些节点 让我们的品牌形象更立体一点 没错 所以欢迎大家上方格子搜寻 奔三野狼 或者是呢 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的粉丝团 或是我们的IG里面的LinkTree 应该说我们会把方格子连结 放上去LinkTree 也欢迎大家到LinkTree去搜寻 没错没错 以上です 我们说要录35分钟 结果我们啪啦啪啦就录了50分钟 不错啦不错啦 11点34分没有超过很久啦 我们不是说好11点15分要结束吗 超过15分钟而已啦 想象一下我们上一集聊多久 20分钟 那就下集再见 文字野狼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文字野狼是什么东西啦 你可以看到更多打工的Green喔 谁想看 你可以看到更多在看美女的Green喔 对对对对对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边告一段落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现在听到的是陪你一起在日本打工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萨亚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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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